中国在光刻机上取得了怎样的发展,这对于中国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齐尔基电在净润系统上取得了怎样的突破,这对于中国光刻机的发展有怎样的促进意义? 我们都知道,在光刻机的发展上,荷兰可以说是佼佼者,一直在光刻机的发展上擅聚着主要的地位。 这使其一直在光刻机领域中一枝独秀,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 尤其是在高端EUV市场,荷兰ASMR几乎实现了百分之百的垄断。 因此,这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冲击,都希望可以在光刻机的发展上取得较大的突破,以此来缓解这样的局面。 其中,中国在光刻机的发展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就导致中国光刻机的发展较为缓慢,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光刻机的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不服输的国家,有着永不服输的品质和积极探索的精神,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飞速发展。 这使中国在光刻机的领域上,这使中国在光刻机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这部近日有消息称,中国在竞业系统上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据悉,中国齐尔基电研发团队在2004年就开始了对光刻机静默式系统的研发。 现如今,齐尔基电公司传出捷报,齐尔基电极大控制了高精度液体, 把温控误差降低到了正负0.001度以内。 零部件中式基地也已经正式启动,而且组件试验顺利。 这对于齐尔基电研发团队中起,在竞业式系统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 有外媒对此评论道,中国光刻机的天要亮了, 这对于中国光刻机的发展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意义。 对于中国齐尔基电取得的巨大突破,有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齐尔基电在完成竞业系统的突破后就可以对应28纳米芯片制程工艺。 此外,经由上海微电子参与ARF静默式光刻机研发, 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中国在28纳米光刻机的发展。 这对于中国在光刻机上的发展也有着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什么是静业系统?对于光刻机的发展有怎样的作用? 据悉,静业系统属于静默式光刻机的四大件之一, 和其他的光源、物镜、双弓箭台是同一级别的研发难度。 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想要研制28纳米光刻机就需要采用静默式技术, 这才能更好研制出DUV光刻机。 提到DUV光刻机,可以根据光的波长将其分为三种, 分别是KRF、ARF、ARFI, 其波长分别为248纳米, ARF和ARFI是192纳米, 而ARFI采用的就是净润式技术。 这里说到的净润式技术, 就是利用光在水中折射的简单眼里, 在光刻机的透镜和硅片之间加入一层液体, 经过液体的折射, 将193纳米的波长直接降到了134纳米。 因为波长越小, 所制造出芯片的工艺就越先进, 对于中国切尔基电在净润系统上取得巨大的突破, 这对于国产光刻机的发展来说, 有着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 将进一步加快中国研制出28纳米光刻机, 有着极其重大的促进意义。 因为28纳米光刻机要实现落地就需要核心四大件, 分别为光源系统、物件系统、双工作台、 还有净液式系统。 然而,中国在攻坚光刻机方面分工明确, 其他零部件的研发工作都有其他中企及科研机构的参与。 但是,由于晶润系统的难度较大, 且中国国内只有奇尔基电具有这样的技术与优势, 因此,这才使奇尔基电在这一个领域继续加快研制步伐, 以便可以取得更大的突破。 这也对国产28纳米DUV光刻机的落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关于晶润系统的研制也有着较大的难处, 因为在研制净液系统时, 需要解决去离子水、液体选择以及气泡去除等一系列难题。 但是,中国奇尔基电完全不怕困难, 仍然勇往直前克服一切困难, 以便可以有更大的突破。 而中国奇尔基电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并在控制液体温差技术上取得了巨大进展,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关于光刻机的技术一直都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中, 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 这就导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比较缓慢, 也对中国在光刻机上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随着中国奇尔基电在晶润系统上取得的巨大发展,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加快中国在光刻机领域的发展, 并对荷兰ASMR产生深远的影响, 也将进一步加快促进中国28纳米光刻机的问世。 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不仅如此,此前有消息称, 通过中国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 在中国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朱玉的牵头作用下, 中国光刻机的核心零部件顶级供应商, 华卓金科公司在光刻机双工作台的研制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 华卓金科公司研制的双工作台技术 打破了荷兰阿斯麦尔在光刻机双工作台技术上的垄断。 这也意味着, 华卓金科公司成为全球第二家掌握双工作台核心技术的公司。 此外,据悉, 华卓金科公司还对双工作台技术进行了进一步纵向延伸, 突破了现在业内先进的六自由度磁浮微动台技术, 使其运动精度优于2纳米。 其所取得的这一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双工作台的分辨率。 对此, 有分析人士指出, 华卓金科公司确实在光刻机双工作台技术上拥有自己的核心优势, 这就是其为中国研制65纳米至28纳米双工作台光刻机奠定了技术基础, 也完全打破了荷兰在光刻机双工作台技术上的垄断。 因此, 这在很大程度上将继续加快促进中国光刻机的飞速发展。 然而, 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将有利于加快中国研制出EUV光刻机。 因为华卓金科的双工作台已经达到了EUV光刻机的要求, 且在光源方面, 中国也研制出了用于EUV光源的高能同步光源设备。 镜头方面, 现如今 随着中国在国产经验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这将可以与EUV光刻机联合工作 制造更先进工艺的芯片 从而实现高端芯片的自主可控 因此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推进中国国产28纳米DUV光刻机 可以早日投入使用 这也将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对国产EUV光刻机的发展 可以尽快实行落地 因此 随着中国在光刻机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意义 这将会进一步缩小与荷兰ASMR的差距 以便可以早日实现光刻机自主研发 这对于中国芯片的发展也将有极其重大的促进作用